就这样 她就把我们的戒指扔出去了 找了一个下午都没有找到 她扔了你还去捡呢 小秋 你不觉得你这么做 有点让人瞧不起吗 反正不管别人怎么看 我就觉得立川还是爱我的 她爱你 所以把你们的照片撕得粉碎 她爱你 所以把定情信物扔到窗外 她爱你 所以在关键的时刻不辞而别 她爱你 你写了一千都封邮件 她只字不回 这是爱啊 她要是不爱我 她为什么要担心我喝酒啊 她要是不爱我 她为什么担心我有晕血症 她要是不爱我 她为什么还带着我们两个的照片 她要是不爱我 她为什么还用 只有我们两个才知道的密码 这不是爱情是什么 这是走火入魔 这叫顾念旧情 不是你说的那样了 小秋 你还有你自己的青春啊 你还有你自己的生活 你还有你美好的未来啊 你 你不要在这一棵树上吊死 你就一辈子都起不来了 好不好啊 对呦 对呦 你看你看你看 我已经写好这个巡慕启事 对不对 上面还有图片 还有宣赏五百块 我要趁着现在人多的时候去发 效果肯定好 走走走走 我我我我 这也是最靠谱的啊 尽快啊快点啊来 这是酒店的 OK 就这样 换下一次 来 麻烦你帮我把这个发给每一个客人 每一个都要发到啊 谢谢啊 辛苦了辛苦了 拜拜 小姐这不行 这个你看一下 麻烦这个看一下啊 要是看见上面戒指打电话给我 谢谢拜托啊 谢谢谢谢 拜拜 先生您看一下这个 这个啊 小姐您看一下这个 好的 好好的 好的 好好的 好好的 谢谢谢谢 拜拜 先生您看一下这个 哎哎哎哎哎哎 麻烦嗯把这个给你 你帮我发给每个客人 每一个都要发到啊 哈哈哈哈 谢谢 哎哎哎哎哎哎哎这个不是你手上 经常戴的那个戒指吗 你戒指呢 戒指呢 他怎么也有一个啊 定情信物是吗 那 这么说 你的掉了 他的也掉了 这 不是好交头啊 他的戒指没掉 是我扔掉的 扔掉的 你 你就这样对她 对她一个给你寄了一千多封信的女孩 不太酷 你 这 这 你 做人不能这么不厚道啊 那你告诉我 我到底要怎么样才能让她死心 你教教我 跟她说你是男人 我不是啊 我 我知道你不是 她知道我不是 原来 懂了 还有什么办法 你就说 你喜欢Jeanette 我说了啊 那就说了就好了 她不信 那你就让她发现 你跟Jeanette在床上 你还能再用俗一点 其实啊 要跟走一个女孩方式特别多 但你就是恨不下心 我还不够狠吗 你打她一巴掌 她绝对走了 她偷偷不回了 说不得吧 Renee 你杀死我吧 我真的后悔了 我真的不应该回上海的 不错了 你选择来 走 走 走 静雯 小秋 怎么了 脚崴了 扶一下 来来来 你在这里坐一下吧 妈呀 这才出虎须 又入狼窝呀我 来 把脚放上去 来 我帮你我帮你 帮我下 这该死的小关 天天让我赔酒 轻点轻点 为了一份小合同 都快喝断肠子了我 现在又出来一个 爱牵刀的王继川 整我连眼睛都不眨的 怎么肿成这样了 我给你拿个冰块敷一下啊 谢谢啊 哎 你居然又被王继川整到 我们俩之间的战争才刚刚开始 鹿死谁手还不知道呢 其实继川这个人不坏 今天今天今天 他真的不坏 就是有时候归毛一下而已 我企图从他口中 打听李川跟你分手的秘密 可这人嘴真硬 简直是滴水不漏 对哦 我当时怎么没有想到问他 我还给他做过翻译呢 那是你不懂得利用资源 算了 你要是会的话 就不会吃那么大的亏了 不过季川这个人呢 其实真的不坏 当然了 你们俩要是磁场对不上的话 他肯定也是要跟你死磕的 反正我是受不了这个人 他爸妈是怎么把他给生出来的 基因突变吧 生出来简直是祸害人间呢 喂 喂 易小姐 我们正在做模型 还缺个下手 你过来一下 我 我去不了了 脚肿了 我又不是叫你走路 我让你坐着干就行了 王继川 王总 我现在重申一下 我呢 我的职业是翻译 不是小公 你有没有搞错啊 我的模型是谁弄坏的 是你吧 这模型我跟蕊内做了两天两夜 你知道我一天的工资多少钱吗 你赔得起吗你 叫你打下手是跟你客气 这是你的工作 何况呢 我跟九通已经签好了合约了 你要来也得来 不来也得来 否则的话 我把你工资全部扣光 然后和九通取消合同 他不 怎么了 他还要让我去跟他做模型啊 你都惨成这样了 他还不放过你啊 这个变态 以为可以左右我 我 我大不了不干了我 我本小姐还不受这个气呢 别生气了啊 这样我去帮你做好不好 你可要小心哪 他会往死里折腾你的 你放心 我跟他供过室 知道怎么对付他 对了 那个剧院不是还没有设计出来吗 怎么制作模型啊 不是剧院 是紫禁湖酒店 剧院的模型下周才做呢 好 那我去了 你赶紧休息一下 那你小心点啊 放心吧 你是谢小姐吧 对 我是 我捡到你的戒指 你看是不是这个 对对对 这个就是我的戒指 谢谢大哥 谢小姐啊 这戒指是白银做的 又不值什么钱 你何必那么做啊 是 但是它是我的定情信物 哦 那是无价之宝啊 哎呀 一看谢小姐就是个重情义的人 哎呀 哎你看啊 这纸上写的 剪刀戒指 赏金五百 哦 我现在就去给您拿 哎哎哎 谢小姐 这五百块钱就不要了 呦 那怎么行呢 您这大老远跑这一趟 一万块 什么 一万块 哎 你看看 哈哈 谢小姐住的这个宾馆 起码是五星级的吧 再说 你穿得那么得体 最起码只一万块钱啊 大哥 您这是讹诈吧 这这这这这 这怎么是讹诈呢 是不是这 是这样 我这只有五千 全给您了行不行 不行 就一万 给不给 不给是吧 那我把这个戒指扔到 马桶里冲了啊 哎哎大哥大哥 我给我给 要不您在这先等一下 我去弄钱一会就回来 可以吗 好好好 快点啊 我需要五千块现金 给我五千块 你是说给 不是说借 对 给我五千块 我这也有五千块 我为什么要给你五千块 我为什么要给你五千块 我又没有欠你工资 因为你把我戒指扔了 扔了你就得赔 所以你得给我五千块 戒指是我买的 是你买的 但是你送给我了 就是我的财产 现在我财产损失了 你就是得赔 就是得给我五千块 这真可怕 给我钱 是你 谢小秋 如果你没有别的事的话 请你不要再敲这个门 还有 我很不喜欢你现在这个态度 出入 密码多少 你不知道我的密码 为什么你的密码是000907啊 因为我们是同一天生日啊 因为我们是同一天生日啊 这个女人很彪悍啊 给我钱 我是不是有点太凶了 一点点 所以你决定离开温州了 嗯 所以你决定离开温州了 我希望就这人 还在一起 还在一起 Jeanette我会高兴的 来 来 来 喔 是 在一起 起来 再咱 啊 是